我开这个中欧班列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当年还是副司机的时候 我和我的师傅开首趟中欧班列 当时挺自豪的 真的挺自豪 毕竟第一次货车达到120公里的速度 当时货车启动鸣笛的时候 特别的自豪 特别的自豪 重庆重新站是中国第一列中欧班列始发的一个站 2011年第一列到欧洲的试验班列 从我们车站始发 随着这几年的不断增量 到2017年2月27号 从重庆始发和到达的中欧班列达到了1000班 和去年同期比 我们增幅已经达到了135% 这个增量是很大的 我们开这个火车 基本上每年过年我们都不放假的 因为我们每年过年都不能回家 只能平时空了回家看下 他们对我的工作 我觉得家庭很满足的 因为这个 这是24小时的 经常晚上不在家 没他们支持 但是我也干不了这个 所以很感谢家庭 很自豪的工作 这个中欧班列我们车站 只是一个装卸组织的一个平台 要装的班列 箱子进入我们厂站以后 我们会根据中铁集装箱公司提供的开心计划 按照他们提供的箱号 车次号 我们按照时间节点进行组织装车 我的亲人 我还有以前的一些同学 都在问我这个 中欧班列的事情 我说有啊 我说我就是开这个的 然后他们都向我输取了 大拇指 父母他们还是挺支持我工作 每次出行都叫我休息好 并且确保安全 说小一点就是确保自身的安全 说大一点就是保证整个运输案的安全 当然在运输的过程中 保证整列业才安全 这个是反正在我父母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跟我 都会跟我说这句话 注意安全 平时像平时的普通车嘛 它没得这个第一十块 第二就是正典 正典 非常正典 这个车每天都是固定时间 你也说明了国家对这车车的重视嘛 现在目前 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 列车开好 保证安全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任务 毕竟也是自己 自己现在的必须完成的吧 自己的使命吧 我认为最简单的原因是 大部分的 特别是中西亚 尤其是中西亚 会获得巨大 车车车车车 其他人可能会不会有 或会不会有 再次两年或三年 我认为 货币的方式 货币的方式 我认为这个很值得很值得很值得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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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一路的一路的一路是非常有趣 我负责中国在做这些选择 它是非常计划的 它是非常企业的 非常帅 我们需要很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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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激和很多中国的投资 我们需要很多投资 我们需要更多投资 我们需要更多的地jer 在美国的交易产品 我们需要更多地方的投资 我们需要更多资 一些更多资